我们要先来讲一下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韩国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怎么说呢 韩国确诊的人数再破2000例在这个近一周啊你知道吗 已经变种的这个变种这一个礼拜变种的这个租啊 病例已经Delta就占了99.2你知道吗 99.2是多少Delta的这个变种租占了一周一个星期这一周 99.2好南韩从这个9月初开始这个Delta的这个病例已经超过99%了 呃台湾现在是才开始啊我们希望我们能控制住 突破这个感染都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在30岁左右最严重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南韩的确诊一再破2000例哦 一直在上升当中另外这一周我刚好提到了 百分之99.2都是Delta病毒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更可怕的是南韩有四个主流的变种租 除了原本的我们的Delta Alpha Beta跟Gamma的病例共3455例之外呢 其中Delta变种病毒的这个个案呢 是到刚刚我提到的99.2例呢总共有3427例 当地呢本土病例中呢累积有7人感染了什么呢 Delta Plus病毒真的是蛮可怕的而且重点是不减反征 这个Delta病毒不减反征 南韩新冠呢到目前为止累积 现在一直上升攀升前几个礼拜有稍微下降一点点 到2000例以下 不过现在又上来了 累积有281938例 到昨天9月17号为止呢 南韩新增了2008例的这个新冠确诊病例 并没有减缓哦而且是28万左右的案例哦 另外呢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中秋节廉价有没有中秋节廉价 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大家好像很担心这个台北人啊 要到中南部去新北有Delta病毒什么之类的 他们现在呢中秋廉价一定要回乡 因为他们就是最大的日子去 昨天我们有讲到如果你有看这昨天的那一集 塞车塞成这样子 这个人流人口这个大大量的流动 这个疫情他们很担心在中秋节之后呢 可能全国会进一步再蔓延 相当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 就是说这五天的长假是非常非常的长 这样子的团圆饭 而且要知道他们其实吃饭还是有共识的 对那没有那个隔板的 所以基本上很担心因为这个中秋节过后啊 现在Delta的病毒已经是从9月初开始已经是超过99.2% 还有Delta plus病毒 现在呢担心就是中秋节的这个疫情呢 在中秋节过后因为大家都人团圆 接近可能打了两例这个打了这个针以后呢 哎还是在美国的案例就是打了两剂针了 结果呢还是得了Delta病毒 然后最新的消息呢是不过也是有好消息啦 就是因为疫情这么这么的严重 南韩的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突破70%了哦 70%因为南韩确诊再破2000例嘛 我刚好提到了 近一周的变种病毒株Delta占99.2% 所以呢根据韩联社在9月17号的报导呢 现在呢在全国的接种第一剂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的人数 已经达到3600万人 等于是占韩国总人口的70.1% 非常非常的多哦 这距离启动疫苗接种工作大概还有过去204天 等于是南韩七成的国民已经打了第一剂的疫苗的目标 因为太严重了嘛 现在已经真的太严重了 等于是提前了两天实现了这个目标 目前呢下一个阶段呢 他们准备要为50多岁的人进行第二剂的接种 希望在10月起 因为现在因为年轻人的那个 刚好提到30岁的这个Delta病毒纵标最多 现在10月起要将针对18到49岁的 这个人群进行第二剂的接种 预计他们预计哦 10月底就要完成七成国民完成两剂接种的目标 是不是很快呢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南韩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这个接种率突破70% 你知道吗 占人口就是人口是70.1% 而且呢 大家看到这个我们数状图出来一下 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 南韩是第一剂的你看到可以占到70.1% 然后呢另外就是像是在这个 德国的部分是66.3% 日本是65.2% 美国62.6% 南韩的第一剂接种率高于这些国家哦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蛮厉害的 另外呢因为他们真的太严重了 另外呢南韩的第一剂的这个新冠疫苗呢 接种率呢 等于是说 呃原本呢是超过50% 在上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21号的时候 28天哦 才28天就已经突破70% 表示他们的接种率 因为Delta病毒的关系 一直一直的在加快速度 接种第一剂的疫苗 而这比耗时54天的法国 还有75天的意大利以及118天的英国都还要快 那我们也想看看我们台湾的第一剂的接种 到底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了吗 有增加啦 比之前有增加啦 就是现在的第一剂的这个疫苗人口含盖率 是达到40.32% 不过还是得加加油啦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呢 莫德纳啊 BNT啊都进来了 因为Delta也进来了嘛 希望大家那个 那个我们的政府能够加快角度 能够赶快追上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度哦 优优独播出çi 一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